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 炭爛韭菜,我是Noray 那時間是下午的5點16分 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三部副版影片是 華邦殿到這個以勝KY OK,那我們就事物以事來看吧 OK,那我們來看華邦殿 那華邦殿當初他砸下來這一根的時候 我那時候尾盤看了一眼說 要不要做進場呢 那最後呢還是選擇了 一些就是指紋更加漂亮 因為我是看這條線嘛 這條線是27.3 然後最低收盤收到27.2 就差這個0.1呢,沒賽 那那時候就說等待插針 其實我講過啦 如果說你去回聽的話 是能夠聽的啊 我幫大家來搜尋一下 大家來聽哪一部 5月31號應該是講一樣的東西 對啊,應該是講一樣的東西 我就說一定會講一模一樣 我就說突破之後回收啊 等待指紋 就是這裡了 這個 所以大家現在已經長上去 大致上有個 不多啦,8% 然後那時候我丟進去會員個股 那反正呢 目前呢我們所看的一個大級別的 大趨勢的大壓力 就會落在大概是 目前所看到一個31到35左右 對,所以說 如果說你現在才要去追的人 我覺得 有點危險 因為他有可能在高度這邊 橫盤,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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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跌下來 那最好當然就是橫一橫之後 然後來個大突破嘛 然後但是目前什麼都還沒看到之前呢 我覺得 就先不要有這個夢 那如果說他價格沒有跌回到27塊 我覺得是不要看 可是跌回到這個 藍色限制的話 不要看 不然是還沒突破之前 我覺得現在目前的29到31 這個價格就有點 不是很OK 我我也就放棄了 因為我也沒做進場 對啊 好那看一下這個 所漏門 我們今天有觀察到 那之前是說 出貨K的 我們這個地方大概抓了一個區域 拉過去大致上都是壓力 那先突破嘛 那突破就是等待回車 就這麼簡單 沒了 簡單吧 因為之前大致上 你去細聽 回去聽 6月8號 5月3號 應該都講一模一樣的東西 4月2號 24也有講過 都講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之前最有的 有砸到的點 就是在5月11號 最完美的那一天 就是下砸那一天 因為我在隔壁 隔壁跟5月12號 基本上就整體的市場 就開始做大反彈了 對 然後那時候也是進場別的 你看那時候如果說進場他的話 他是 掌幅是真的很棒 很棒 26% 那目前沒有辦法 沒機會了 就等下回來吧 那再看他測哪個點吧 目前 不確定哪邊 反正大概36% 這個位置吧 先來測一下有沒有指紋吧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嘉哲 嘉哲今天下跌了 1.95% 那之前嘉哲呢 他這一根點停板的時候 我就說 他其實還是有機會跌下來到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 1根 2根 3根 4根 這邊是沒碰到啦 這邊是沒碰到 那拉過來這邊 5根 如果你說3根也沒問題 反正他的目前的血率 就是這樣子 那嘉哲這一檔 拉遠給大家長情向上 那他的長情向上的過程是怎麼來的 基本上就是 突破不要追 突破追 就可以抓回來 基本上做突破當中是死 他拉回來再接 因為 在曾經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有講過 然後後來這個地方在盤整 這邊的突破的時候 然後就說 就不要去看吧 這邊突破的時候就說不要看吧 然後後面確實有機會 又砸下來的支撐 然後又反彈到這個 這個算是指紋點 那目前呢 算是這裡又 做了一個破底翻 所以個人覺得 還蠻OK的啊 今天這個位置還蠻OK的啊 那如果說你是比較 OK一點的人 當然是設這麼大嘛 因為我們 我們想像的嘉哲是 他是能夠有一個比較 比較大漲的行情啊 所以今天回撤 回撤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理論上是OK啦 他就是一個支撐 也是我在之前抓到這一根的這個支撐 所以說拉這麼大 不然的話不要拉這麼大的話 再拉這邊 這一根往下砸 大概2%就出場 OK 我這邊OK 理論上是這樣子啦 理論上這筆單應該是要 用突破這一根的往下抓個2檔3檔當停損架 然後這邊是大概停損2% 抓上去有4% 1比5的銀灰筆 1比5的銀灰筆 拉3張 我覺得要拉回這個位置 再做一破底翻 這個位置都還不錯 現在都還不錯 我來看看他這個 忽連 那忽連的部分呢 之前是抓在172啦 然後 嗯 這一根突破 回撤 下踩 嗯 其實因為他前面這邊有點亂 所以我也不是說很明白說 他到底壓哪裡 不過如果說他以昨天的高點177.5的話 那我覺得主力感覺上 因為我們都講主力 不能說我看就有用 那主力看才有用嘛 那感覺上這根呢 177.5 這根是178 這根是177 這根是 176.5 這根是179 所以 感覺上呢 主力就是想要在 這個位置 做 下閘 然後今天再疊一根 所以說基本上 MAPB就是在 這個區塊 這個位置比較危險 那如果說他這樣子比較垂直的上閘的話 那五十切應該 目前離得還很遠啊 還是其成接近 我不知道 其實今天好像 抵到五日線 有些人去看著五日線去接啦 然後稍微從 169接到171 那既然你就繼續觀察五日線 看能不能都 喝來喝喝來喝 就突破這裡吧 目前就是把 壓力給排高到178 這樣子 搭上我的想法 應該是這樣 那看一下現在檔這個 河獸 那河獸呢 基本上 嗯 就很強啊 之前第一次講的會在這裡 不過應該是沒有人做進場 就算有的話 能爆到現在的 我覺得是大哥 在我心中的大哥 因為他真的是 爆了非常久一段時間 然後才有這個 二十幾%的漲幅 這是我的大哥啦 真的是蠻強 那在這個今天呢 開這個股東會 又創高的情況之下 反正就是很明顯 很簡單的都有這個提防 那他應該是理論上 用線骨做操作的話 應該不好做 期貨有量嗎 期貨有230 真的是 不多不少啦 那 這個200口 200口 不知道會不會滑價 應該 還可吧 我們是不太確定的 200口的話 好像是有一些些機會 是有一點會滑價 所以 還是要小心 因為這200口是 計算整天的 如果說在盤中 搞不好早上 因為搞不好今天大漲 才有200口 搞不好昨天根本連 100口都不到 也說不定 像這邊在橫盤的時候 搞不好連100口都沒有 對啊 那我們就等待這個地方吧 有興趣的話 但他真的是蠻牛的 有興趣自己看吧 我們看他這個台藥 台藥是這個 藥是這個 光中藥舞的藥 他是 生技果 那之前說 他散場收斂的 長幅滿足 主力確實有在看一些 結構的一些 東西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之前說嘛 大壓 大支撐 那這邊已經進行一波 破底翻了 這邊是破底翻 破底翻拉上去之後 沒有疊破這一根嘛 沒有疊破這一根呢 然後疊疊疊 連結上跟他沒疊破之後 又往上走 那現在往下了 所以 基本上這個位置 這已經走過一波了 那現在是在下修 那這邊下修的過程 這個位置就要更有一些 像這一根如果說 移到這個地方來 我覺得我會比較有興趣 不然我應該會選擇 就Pass掉 因為 沒有個股一定要買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是整體的一個 大的一個 三角收斂 可能就會往下玩 那我們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這邊 會覺得說這邊是破底翻 但是實際上搞不好 人家是看這樣子 這邊是一個 這樣子的三角型 三角收斂 這邊做三角收斂 這邊又做三角收斂 同一個主力 maybe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裡 應該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點 但是這個關鍵的點 我覺得要有一些 漂亮的質問 當然你去賭 這個地方會突破也OK 但我覺得 沒有意義啦 你不如把這個賭的錢 拿去另外一道 所以說這邊要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記號 再來去看吧 好那我們看一下總態 總態應該也是蠻扭的 因為是這個做銀劍的 這應該沒什麼特別的 蠻無聊的吧 這蠻無聊的 因為就這樣吧 跟剛剛那個合索有點像 那 這個好像大家都拿來做純補吧 對不對 目前如果說 如果要看吧 如果說你 你以說你要純補的方向去做的話 那我 我這個 分析的方法 反而是 拉回的時候做銀杏 那如果說你是以架差的話 當然是突破之後 去做他的支撐 但目前來看 他是長期這邊 可能大概 兩個月了 那 這個地方突破再去追 好事嗎 我不確定 因為他的價格 浮動本身 理論上是蠻小 只是說 這邊有一些力道 把他給刻意拉上去 因為你看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就蠻小的 這個區間 你這樣做的才6% 對 所以看你的方向是什麼吧 我的話會比較說 建議是 操作一些波段 那如果說你是問 這些要存股的 我都會說 突破 不要做突破單 不要做突破單 那今天剛好 如果觀眾問這個重大 是我的痛 但其實也沒有痛 沒有痛多少 因為我在這根做停損 這根做停損 就一天人 一天買進一天做停損 那停損大概花3%吧 3%至4% 加些手續費嘛 那你看我停損了 我勇敢做停損 我躲過了 剩下的15% 因為剛才3% 跌到這邊18% 我躲過了18%的虧損 真的是躲過 所以說停損重不重要 很重要 對於我們做波段非常非常重要 當然如果說你是定 定頭 當然沒關係 那他這一層基本上沒有手 所以說我們先把他點進層分掉 那現在要來到了 比較關鍵的這一層支撐 那這一層支撐我比較建議 一樣 今天看起來上有做一些 回撤的動作 應該說是指穩 指穩的動作 那看一下成交量 我個人 我個人會覺得 我沒有到那麼的 有把握 我主要因為他拍一些 比如說搞不好主力看的是 下面這一層 85.6 所以這一檔他必須在這邊 採個好幾根 那我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有可能呢 就是一個 我們能夠買在這個大區間的底部 買在大區間的底部 然後再往上進攻 我也說不定 這大區間的底部呢 是蠻香的啦 但目前只能說 要嘛你去賭他不會破 然後守著跟低點 守著跟低點 賭他不會破 那只是慢慢去截下來 有低著截有低著截 然後賭那一根 一疊破 馬上做出場 那你賭的方向是這麼大 那我個人呢 會覺得說有更加值穩的訊號 因為今天大盤算還OK 他砸的不明顯 那如果說等待大盤 稍微的不太好 他可能就會再向他砸 我個人是確實 就是看他大概是88左右 不過我拉到底部這裡嘛 我不確定會不會拉到這裡的地方來 如果說是的話 就是85多 那個地方 加速獎 那廣運 登登 問錯人喔 看不出來 不會看 看不出來 沒有東西可以看 因為他其實不斷往上走 你問我這種個股 你把我當神仙喔 OK 那看一下彩玉 因為這個下面是這個會員個股 會員不是會員 那個YT頻道那個 觀眾問的 OK那看一下彩玉 我彩玉還真的 去碰到了我們之前畫了三昇巡弦 那他到底要長還是不長 我覺得我非常納悶 這個圖呢 我是在很久以前就畫好 然後疊下來這個地方就畫好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去回看 你可以去回看我之前的這個大概上 2月8號吧 3月3號4月13號這邊應該就畫好了 3月3號4月13號這邊應該就畫好了 我就畫好這樣子了 5月多那邊也可以看啦 那我就畫好了 欸他竟然呢 真的打到了 其實我有在做觀察 因為我在這根拉散的時候 我把他丟進回員個股 然後我都等到這邊回撤 但他隔壁根直接上去到這裡 碰了好幾次 然後不過 這邊沒有過 對沒有過 所以他到底是 怎麼樣 他到底是有在看到壓力嗎 我覺得是有 那接下來我個人真的要等待 還是會等待這個地方 有一個質問的現象 不然就沒什麼機會 那我這邊簡單帶過吧 因為是觀眾問的 我覺得 可能也不是說非常了解我的方法 這檔就比較困難一點 我覺得 這檔很難 主要是因為他之前的成交量 雖然說是還OK 前面這裡 然後 而且早上還可以 只是他的線圖 看起來就是有點看不太懂 OK 那現在目前呢 我所期待的價格是 這個 打到這裡 彎下來一點 彎下來一天 兩天 突破 這樣子 去做一個 Check 去Check 20.5 有壓力 然後最後做突破 那我會比較有興趣 如果說沒有這樣發生的話 那就要再看看他怎麼走勢 因為 這一根拉過來主要從 這個三根 加上這一根開盤 然後 這樣拉過來的位置 就是說我先 先預設一個壓力 那這個地方需要 來 讓我知道說 欸這邊有壓力喔 主要告訴你說 欸這邊有壓力喔 然後突破的時候 欸我突破壓力了喔 然後變成支撐龍 那你就做進場 OK那看最後一檔 OK那 以上KY的部分呢 目前呢 今天收盤算是啦 算是一個 還不錯的插針 因為我之前花在這裡嗎 來喔 算是不錯的插針 那其實 插不插針這件事情其實 也不太需要問我吧 因為 就是 價格 簡端判斷就是 價格呢 跌破了近日的一些 低點 然後收回來 對那他一定成功嗎 也不一定喔 但是呢 有插針過後呢 就直接很阿薩利的把 停損價格放在他的 往下抓兩檔 像他最低81 那今天收到83 那我就放在大概80 80.7 大概80.8 點到呢 點到的話 就停存吧 因為有可能呢 主力壓根不看這裡 但我們卻看這裡 對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當然是目前他連跌幾天 有一個質問線上 當然是好事阿 不過好像也沒有爆特別大量 所以 這個會不會這一波 一直慢慢賣下來的人 跟接的人 同一個人 懂我意思嗎 我每天都一直賣 每天一直賣 然後呢 就慢慢把他賣下來 然後呢 到達支撐的時候 大家要賣的時候 他自己把他接回去 所以不曉得搞不好這個地方就就此反彈 所以他算是一個還不錯啦 所以還不錯真的是有點到一個破地方 但是這個也是我們所預設的嘛 我們所預設的支撐 然後我們所預設的 他應該怎麼去做 但如果說他沒有站錯的時候呢 你就要出場 你就要出場 比較簡單一點 不過那我們 今天的三部影片到這邊喔 那就這樣吧 明天再見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